深夜十分夫妻倆停好車肩並著肩 離開停車場 沒多久大肚子的太太獨自折返 過了幾分鐘 穿著黃色上衣的先生才跟上 但是沒想到這段畫面 卻成了他們的最後身影 短短四十五分鐘 嫌犯就將人殺害 而警方研判新北市土城的外籍 移工宿舍就是命案的第一現場 但究竟有什麼樣的深仇大恨 讓嫌犯痛下殺手 根據了解夫妻兩根嫌犯 一起經營外籍移工生意 還疑似涉及地下會對 但嫌犯不滿自己是合夥人 卻只是宿舍管理員跟管收帳 被害人質疑他偷偷A錢動手腳 再加上看到兩人最近剛買兩百多萬名車 又要迎接小生命 疑似因為紛潤談不攏 加上眼紅才會買下殺機 地下會對的龐大利潤引來殺機 其實死者和嫌犯都是泰國人 三個人感情深厚 高中時期就一起來臺灣留學念書 太太後續規劃取得臺灣身份證 先生則來臺一親 雙方認識已經超過十年 面對記者詢問 死者姐姐難掩悲傷不願多說 也能看到不少同鄉都前來致意 可見平時的好人緣 看著夫妻倆在照片中笑容燦爛 如今卻於是長辭 而凶手還是昔日同鄉好友 最無辜的還是肚子裡頭的兩條小生命 華視新聞 黃師凱 吳全緣 桃園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請開啟 今天都會來致意 心想要獲取更多事 請失敗 有期待